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说 博物丝 水货做假的那些商家 一般行业内可以卖五个点到八个点 所以卖家不交集增税 是给他带来巨大的成本的优势 也就是说你现在 我们过去老是说公司内部 也确实也是发现打发票人员 是吧 你继续去再卖 后来也被抓了 好多员工被抓了 就是说因为这个把公司的富裕的增税 把呼噜摸摸改造方面开给别人 当然现在漏洞已经全裹上了 这漏洞已经没有了 也就是说你把市场上增资税发票 可以卖五个点到八个点 有大量人买 大量人买 所以说你一旦销售的时候 不给客户开发票 实际上你成本降到五个点八点 这就是今天之所以淘宝条面上 卖电子产品的卖家之所以还能活的 唯一的原因 除了水货和假货之外 就正品行货这块 他唯一能活的唯一原因就是 这些卖家可以把它增日发票 卖给别人 卖到市场去 洗出来五个点到八个点 所以呢他从联想多少钱进多少钱卖 他一文钱不加都可以 甚至赔点钱卖的可以 你看我们经常 可能我们采用人会发现 说哎呦我这笔记本 我一年从联想进的笔记本 至少十个亿以上 去年大概有多少 三十多亿吧 都有了吧 是吧 一年联想笔记本三十多亿 淘宝最大的卖家 一年都卖一个亿笔记本 那已经超级大的卖家了 按照一个亿的这种 销售额 他跟金融公司 一年进三十亿的这种 他的境外价格 根本没啥比 但是 经常发现 他卖的价格 比我们进入价格还便宜 明白了吧 经常发现 这些淘宝卖家卖的价格 比金融公司 一年近三十亿的这种 巨大的采购量的这个 进入价格还便宜 核心就是他的发票 一旦能卖了八个点之后 他成本确实比我们还便宜 他进入的时候 可能比我们高了三个点 但如果把增入价卖到的时候 他成本反正比我们低了五个点 反而能够让他在淘宝上去 第一就是说 比金融采购价格还便宜的价格 去零售去卖出去 所以销售税 那天年份上我也说了 零售上本来应该是国家这个 销售税最后一个首付审 如果零售上不开了之后 他的购量也不开 整个两天都不交费了 否则把这票卖给那走私商 卖给那就是没有票那公司 卖到市场上去 给国家造成的税额损失 是很大的 可不是仅仅那两点三个点 或者一个点 而是百分之十七 净得这个税额损失 有的人说 这导致什么恶果 恶果呢 就是让社会上 就是我们这个 劣币助两币 是吧 你全国纳税的人呢 生存越来越困难 是不是 导致大量的卖家 现在大量卖酒 都大学毕业生 这些大学毕业生 一毕业的时候 一创业的时候 首先想怎么逃税 怎么不给员工交无限一斤 怎么卖水和假货 就这么一个创业者 一个经济的理念 就存在极大问题 是给这些社会 埋发了极大的远范 按道理 一个企业是什么 企业是一个国家 是一个社会的 一个社会公民 公民干什么 公民要遵纪手法 要为国家纳税 企业也要遵纪手法 要为国家纳税 结果想导致几百万人 大和毕业生 创业的时候 就说我逃税有理 必须逃税 没有纳税的意识 这很可怕的 一个国家大量的创业者 上来就没有一个纳税的意识 这是一个文化的问题 是一个文化的问题 假货给国家造成伤害 假货王 假货也是劣币助良命 你在淘宝上卖这个 正品行货的阿基耐克 愈卖愈卖愈卖 为什么 你不信你卖看看 任何卖正品行货的 除了阿基耐克 官方授钱七天 有了这些信息担保之后 可能剩下好点 如果一小卖家 大家想想 从一个阿基耐克经济上 里面一批二批三批 拿的时候 大概平均折扣要六五折 净化价格 结果淘宝上 所有的航货价格 都已经拼到七折了 五个点 三百个商商鞋 可能也就是赚个几十块钱 微博的利润之后 除去各种物流成本 是吧 各种交个淘宝 各种扣点应金 他已经没有钱 去买指动车了 而有钱 买指动车是谁 那家的 他一张鞋 可以净赚一百多块钱 是吧 一个点击可以 现在八块钱 淘宝指动车 有的高的点击 已经快八块钱了 就一个点击八块钱 不是给你带来定单 收你八块钱 每一百个点击 可能只能承担 大概八个 有九十二个不成交了 九十二升一五 这个五 可能就几百块钱 六七百块钱浪费 卖家无所谓 卖家货人无所谓 他能够承受 所以这样来呢 比如我们两个大队毕业生 都去淘宝开店 创业 同班同学 都卖在阿迪奈克 然后我们卖正品行货 阿迪奈克 欲卖一难 是不是 钱欲来也难赚 为什么 都是正品行货 其实价格没什么差距的 都可能六五折的 几乎大家成本差不多 你一年如果卖五万个阿迪奈克 我也卖五万个 大家进过上门 几乎就一模样 可是那面价格呢 是公开透明的 白刀子进 红刀子出 赤裸裸 血绿绿的价格上 拼闹之后 就一块钱一块钱 降到最后根本没有力 然后突然发现 哎呦 卖假的阿迪奈克同学 发了大财了 开了奔驰宝马奥迪了 那你说这个卖正品行货的阿迪奈克 这个小卖家他会怎么选择呀 他还会选择买家伙水泡去 这示范效应啊 是不是示范效应 就劣比诸良币啊 就良民日子生存困难 甚至赔钱 劣动民这公民这卖家 赚了大钱了 有了钱了 看上了好吃了 然后重立一个设备不良的示范效应 此时导致卖家 本来想卖正品货 本来想做正式八顶生意的 这些卖家也不得不去选择进卖假的 所以就是假货 猖狂 假货给国家造成了 还有文化上的一个问题 你不认为几年前我就问过大学生 我说那个 淘宝那个 那个什么阿迪奈克 一看就是这假的 是吧 这不一看就是假的吗 是不是 120块钱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篮球鞋什么跑步鞋 你还想想吗 他说我当然知道假的了 我说你知道假的 你怎么卖假的 你这么投诉他呢 是吧 你为什么不跟他有差评呢 他说不会呀 说我 假的阿迪奈克 我在学校那穿的时候 没人看出来呀 是吧 见女朋友有的很爽 你看穿阿迪奈克了 反正他也不知道假的 是吧 他就你看我一百多块钱 就跟你买了五百多块 阿迪奈克那些一样 像我一样 这其实也是一个国家的悲哀 这就是个文化问题 本来一个大学生 应该是社会的最精英的群体 受到了社会最好的教育 是不是 得到了中国社会最好的教育 结果呢 没出小门 第一个小学生 消费文化就是买假的货 以消费假货为荣 以消费假货呢 觉得自己占便宜了 觉得自己很聪明 在美国人 欧洲 日本 他如果没有钱的话 我可以买一个没有牌子的 你穿出去没人笑话 你没人看见 哇 你看什么破牌子 不是阿迪奈克也会笑话 你不会 是吧 各大时候我看很多人 喜欢穿的根本就没什么牌子 可以说 确实就没什么牌子 很便宜 没人去吃笑 哎 但是 如果你要是买一个假的阿迪奈克的吧 那被人知道 那绝对是被吃笑的 是吧 那这位同学绝对对你是 骨子里是鄙视你 看不起你 因为大友人必须是最守法 是吧 本来应该是 最应该是尊自己守法一个群体 是社会的一个领头羊啊 为了社会的精英啊 是带领社会进步的 带领整个社会去尊自己守法一个群体 结果带头的是什么 是不尊自己守法 所以这种消费文化 对吧 说起实在话 你让人说 中国能够立自于全球强国之邻 让全世界看得起我们中国人 是吧 不给我们白眼 不给我们土兔耶 是吧 不把中国人素质低 可能吗 是不是 不是 你堂堂 你堂堂北大人哪 清华大西方在乎你都买假货 你凭什么让别人看得起话 然后这段时间我去了这个俄罗斯去了很多次 是吧 是吧 做了大量的调研 中国 卖了俄罗斯 巴西的 就这一年一两年 就是所谓的跨国 小小小包裹方式卖出去 最活着什么两内产品 一类是假的 第二类是中国的山寨手机 山寨手机 跟iPhone6 Plus一模一样 而且也土耗机 操作什么都一模一样的 有的人知道假的 他也忍了 有的人他以为就是真的 外观搞不懂 俄罗斯看 哇 iPhone6 Plus 哇一模一样的 买回机一看 哦 这是中国iPhone6 Plus 不是苹果 是吧 每天几十万个包裹 全是假货和山寨货 这么样的货 几乎就卖不出去了 现在卖到俄罗斯 巴西所谓出口那些包裹里面 80%不是假货 就是山寨货 两大类 这两类占了80%的包裹 每天几十万个 实际上整个国家 都是丢人现役的那件事情 是吧 中国人恶名 是吧 中国假货的恶名 输出了全球去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也不敢开放我们的这种跨境贸易 不敢大作 大作的那些假货是货 你正名号货卖不出去 没有任何优势 因为你加上这个对方的百分之十的行为关税 加上这个一个个的这个送货时间 再加上很贵的这个 动着一两百几百块钱的这个快递费 拿过去正名号货 没点优势啊 是吧 那你把正名号货阿富汗六plus发到俄罗斯巴西一点点优势没有 全山寨 你把正名号货的阿迪奈克 卖到俄罗斯卖到巴西那是胡扯 没有任何优势可以 全假的 所以你说你让俄罗斯人能看出啊 你们中国人民很伟大呀 是吧 为什么就是中国人在在俄罗斯老是被人叉叉啊等等 因为俄罗斯政府警察俄罗斯民主看到你中国人就跟甲字 相关脸 看到我们这张脸上面写着甲字 看吧 其实这种都是给国家整个形象造成巨大的损失 但是在咱们中国长期以来没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在中国就是 赚了钱就是大爷 幼落钱就是牛逼 只要能赚了钱了 立马就变成神人了 是国家的英雄 长期以来是的 你看从八十年代呢 搞走私 叫皮包公司的 是吧 就倒了倒去 一个皮包的拎好几个工章 好几个银行之后的 是吧 那帮人倒了倒去的 没人吃了他们 只要赚了钱立马是什么刘老板 刘老板是吧 什么润老板 是吧 蓝老板 都变成老板了 真的他只要赚了钱就是老板 哎 他就是能人 哎 然后九十年代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大量的假货 是吧 防暴是吧 你能敢做假厂子 是吧 弄一个小厂子 盛产假货 一时间赚了钱无数 是吧 没人吃了你 没人说哇 你卖假的呀 你真可耻 你真丢人 我真鄙视你 我真看不起没人 你真牛啊 你真活呀 你太厉害了 哇 看家里买好房子 哇 家里开车 周围邻居所有人都是羡慕 哎 都是羡慕 就是有钱都一切都对了 有钱就是能人 有钱就是神人 有钱就是有能力的人 赚了钱就是好公司 就这种劣质的这种文化和价值观 社会的价值观 导致了中国商业设备 几十年的机器 迄今未至解决不来 好 迄今未至解决不来 这里面有很多的谎言 有的人说 这四层一达 是吧 你京东自建物流配送 你跟四层一达相比 成本有优势吗 说句实在话形容的 我们跟四层一达相比 我们成本真的没有优势 明白了吧 就单纯A点到B点 把货物从A点搬到B点 从这点来 京东绝对是劣势 一点点优势没有 好单纯看我们快递公司 不看我们仓储的话 不把我们共用链 对整体来看的话 单纯做快递 我们真的不如用四层一达 京东快递绝对跟四层一达 我们贵很多 因为我们快递 百分之九十 你给我说的是百分之九十人力成本 对吧 百分之七十 六十几 百分之七十 我记得是2012年 一个同情数字 说百分之七十啊 是我们这个人力成本 加上年份我所说的 京东我们人力成本 跟四层一达相比 能有什么优势啊 你们就问四层一达相比 就比较好的时候 可能给员工再交到1200的基数 按照各地中 要求最低的社保 加上这个交的社保 他绝对不可能给员工全额交 全额全员交 没有 全国所有快递公司 除了邮局之外 除了邮局 邮局是国企 他是不是全额交的 我不太清楚 可以查查 也不是 对我真怀疑 你为什么 因为你看邮局 他大量的乡村的邮局员 都是也都从外面过来的 对外包的 他都没有 我们刚开始也外包 但有一天一件事情 是刺痛了 我觉得公司啊 我们会有点忘记我们初心 是吧 公司有点确实也外包了 为了降成本 但有一点我就想明白 我觉得这么做下去 又变成了一个 不知道我们京东公司 监守的价值观是什么 不知道我们的设备责任是什么 不知道我们该 为我们的员工们 该尽的责任是什么 而一面追求了我们成本体 所以那时候 我给公司下面那个 不允许任何办法 所有员工百人百 必须跟京东签约 百人签约 目的是什么 你不能让这些兄弟们 年轻的时候 还能够跑的时候 是吧 能干的时候 一个可以赚六七千 活到好好的 到六十岁之后 年轻四成一达 一千万块钱 有几个有十八 等到他们六十岁之后 他们靠什么生存 他们年轻的时候 农干的时候 都没有交一笔一钱 存在那儿 老大说你指望政府给他 那不可能 交了钱都不一定 百人百人拿回来 没交钱够没洗 毫不犹豫地说 是不是 你公司干什么的 公司成功 是不是 成功 伟大 受人尊重 被人信赖 你如果连员工的 他退休之后的 生活 生存 都不能保障的吧 你们这家公司 要他 有什么意义 我们为什么每天 在批命的工作 工作目的是 很重要的 像我们员工活得有尊严 你不能让他指 年轻的时候 今天干的时候活得 明天不能干 立马就是活得很痛苦 六十岁退休之后 他这还可以二三十年呢 日子呢 所以从这点来讲 我们单纯快递来讲 我们跟四等一打 确实是没有成本有失 但是 我们之所以能够生存 最核心的是 我们把仓 配 还有采购 这三者和二维席的时候呢 增合来讲 我们就大幅降低了成本 这就是以前我跟大家 所说的 我们是减少了 货物的搬运次数 瞄了吧 我们是 京东市第一次 大规模的 有组织的 从 现在我们做到它 从生长下来 我们将来希望 没有生长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进行参与 也就是货物 两次搬运就解决了 一次从工厂大门 搬到我们仓库 第二次从仓库 搬到我们消费者实力去 而且现在公司 建的仓库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我们每个仓库 你消费者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搬运的距离越来越近 搬运的成本 也越来越低 所以整个中国的社会 物流成本 是17%到18% 我们现在 刚才的财务报表 大家看一下 我们物流成本只有6% 为什么 因为 过去 传统的贸易方式 一批 二批 三批 明白了吧 因为我从工厂出来的时候 被大的省级代理商 拿走了 省级代理又交到什么 市级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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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送到夫妻老婆店 或者各个超市去 然后到时候呢 搬一次搬到消费者家里去 每个货物搬运五次 六次 七次八次 搬一次有一次成本 搬一次是需要时间的 而京东呢 就是我们的物流价值 不是说我们能够 比斯顿易达 更能够压榨员工 来降低我们的物流成本 而是我们通过减少商品 社会化的搬运次数 来获取我们的物流成本优势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淘宝天堡没有解决 社会化物流成本问题 淘宝呢 各个小卖家 你看他所有货 你去调研啊 他所有货 很少会跟上直进 跟过去一样 还是搬一次两次三次四次 有人说那咱们京东快递有什么价值呢 斯顿易达也不能做了吗 既然斯顿易达比我们通过还优势了 为什么我们不用斯顿易达呢 这个问题是 我们很多人都受困扰 很多人也质疑我们 是吧 这也是马云最质疑我们的地方 就是斯顿易达既然比你便宜 你为什么不用斯顿易达 为什么自己这样配送 因为淘宝天堡论的模式 所谓设法物流成本 设法物流模式 并没有减少货物的搬运次数 斯顿易达建立的增值是什么 增值是快速地址们把货从A点搬到B点 他的目的从来就不是为了减少物品的搬运次数 他甚至扒不着你物品 反复不愿搬 是吧 一个杯子今天从北京发到上海 明天再发回来 你发141万次 他高兴的 你发141万次 你发141万次 他扒不着你物品 每天不停地流动 而整个京东的 建立了整个庞大物体 所以核心的速就是让他减少五流流 缩短流动的距离 减少流动的次数 能把它搬运的距离缩短了 那也能省成本 减少搬运次数了 也能够结束大型成本 所以我们仓配一体化 采销 仓配一体化 合在一块 一个庞大的购物量服务体系 之后加起来 才真正能够我们 垫着一个优势 如果没有这几点的话 我们交了销售税 我们跟员工全国加纳了 这个无限一斤 我们又只能卖这个正品上货 不卖水货 假货 成本跟假货水货相比 没有任何优势 在这情况下 其实我们一百年都不会赚钱 公司早就死 死他了 之所以今天 我们还得投资金融业务 投资拍拍业务 两家公司 把我们O2项目 NSNG 这四块业务 都是没有收入的 没有利润的 带来都是成本 其实都是靠上升赚的钱 实际上京东上升 我们上升已经赚了钱 说实话 即是按照美国人的财富标准 我们上升每年已经 给公司赚了几十亿的利润 要拿几十亿利润 投在新的业务上去 为公司未来五到十年之后的增长 打一个基础 这些就是我们跟对手 那些卖家相比 我们 在各个环节来讲 其实我们都出一种劣势地位 但我们还能赚钱 这一核心呢 就是我们降低了物流成本 大家看国民苏女 增加费用率 成本率百分之十七到百分之十八 可能超市的百分之二十以上 而京东呢 我们更加财富百分之十一 百分之十一 还包含金融了 包含派派派了 包含了我们的O2项目 包含NSNG了 包含了大量这种新型的业务 如果把这业务呢 只看上升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们成本连百分之十都没有 所以京东上升之所以能赚钱 就是符合了我们过去十年年定的战略 是靠我们的成本效力来赚钱 所以我们大幅降低了整个社会化成本 从此给我们俩人可以赚钱的一空间 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的话 真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赚钱 以后永远不能赚钱 当然了社会呢还没有特别大的发展 没有就是说进步没有这么快 所以呢我们还需要来懂得 是吧我们已经电子发票推了二十多个省 我们终究一天 一定国家会说要推全民态推电子发票 也就意味着所有卖家都得给我交出去 如果每个卖家全部交税的 我就告诉大家淘宝天网 那还卖笔记本的 卖正面商货的 电子产品的 没有一个能生存 毫不客气说 因为没有任何一卖家能够跟京东相比 没有一个卖家能拿到京东这么好的价格 如果他也交税的话 他的五到八点的增值票 那省的钱立马就没有了 没有了之后 他没有任何生存 一天生存的理由都没有 这是爱的 我们的甜点 是爱因素 这就是爱因素 就是爱因素 是爱因素